目的正经的还是不正经的 其实开玩笑 其实就是传达一种审美 一种生活状态了 对吧 宣传自己 对也是宣传自己 传达一种审美 一种生活状态 那个什么时候年底把你车买的就看 真金白银看到了 肯定正经的话肯定是有 肯定是有效果 必须有 要不然白上了都不是 谁先说一下 我是王子 那这就我错了 原来首先就是我们平时私交就没有那么好 因为现场你看得到他好些乐队 他私交就是很好 可能老一块喝酒什么的 然后好兄弟具体他们就是怎么搞的 什么有没有什么利益输送啊 这个我们就不清楚了 当然我们也不太喜欢就是称兄道弟的转这一些 而且音乐风格从根上讲 我们出发点就不一样 我觉得其实就是什么 也不是说谁不愿意理谁 就是我们其实不想去做一些无效的社交 你比如说你这个音乐风格我都不喜欢 你这个人我也不喜欢我和你能做到的顶多就是客客气气的 就是仅此而已 没什么客气 功敬一则最多 最多 可能我没有做到最多 对我觉得就是说 呃作为摇滚乐手吧 就得有点逼格有点情操 呃就是说 有可能呃以后有契机 呃和某个乐队或者乐手呢经过深入了解其实不错 呃但是呢在这个契机之前 呃你没必要就是说硬来 就是说硬过去 哎哎哥们哎怎么怎么着 这这没什么意思 对而且再再还有 对对对对对 就是纵观摇滚乐几十年历史 就是这这种行为就很low的 对对 你态度去哪吗对吧 就就我一直认为就是玩摇滚乐应该是最初应该是真热爱 我不是说否认他们不是不喜欢不热爱摇滚乐 不热爱音乐 但是我觉得他们的目的性真的挺强的 就真的不是爱就是喜欢音乐或者说爱音乐去做音乐 就完全就是为了商业 虽然说商业也是最终目的了 但是为了商业而商业好像感觉 反正就是说有点 就是说赚钱没毛病 那个谁都想成为摇滚明星去赚钱 但是说你是站着正的跪着正的 还是怕着正的 还是舔着正的 还是撅起来正的 好几种方式 本来就是去过去比赛嘛 你过去你干嘛去了 觉得你不错 你肯定拿第一 哎呦我感觉他最好 不是那你干嘛来了 那你别来了 是吧 你反正你觉得你都不行嘛 你觉得人家行 说这种屁话 评委评价播出来的就是王硕嘛 完了没播的有三个 就是评委评价还行 没有没吃的我们 因为他知道我们就是从音乐到态度 到摇滚理念这方面他没什么问题 对他也怕我们怼他 首先音乐没有问题嘛 然后我演的也没有问题 就是整个下来就是没有 就不管是争论什么东西 也没有人说你音乐哪那有问题 你演奏哪那有问题 哪块车祸了是吧 然后那个回头还得补一下是吧 或者怎么着的 没有 咱不存在这个 用这个亚东老师原话讲 就是从演出创作音乐到演奏 没有任何问题 非常的正 只不过这句话还没剪进去 对 这很遗憾 这是大家这个观众们的损失 他没播出来的更齐 比如说之前有乐队就是在那个录完了之后就在现场的时候 比如说主持人是马东比如说会问你觉得前面乐队怎样就类似的问题啊 就是都挺好 都挺好 哪个挺好的 哪个块好 都挺好 大家都挺好 然后其实也问我们这个问题来了 我们说70%都不太喜欢 大部分 大部分 然后他说具体就是70% 其实后边排了一长串 而且在前踩中也聊过这些问题 其实我们不喜欢很多 直播就是说他比较倒霉 被我们先拎出来 但说不可能我们都喜欢吧 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是不喜欢就不喜欢 对 而且我在talk环节强调过就是没有丝绸 这个纯粹是从音乐角度来说 而且是你问我呢 你不管我不会说 所以就是我们跟这个评委之间 还搭占了 其实确切结果是我们我们一直被围殴 被罚克尔围殴 围殴我们 我觉得他们就是特别特别有意思 比如说他问我你不喜欢谁 然后我说我说我不喜欢谁谁谁 然后他就开始一大堆一大堆的问题 一大堆的问题 就是质问你 我不喜欢我就不喜欢 我还有什么为什么吗 就是你说了为什么 他说你别说我听不下去了 你们这些人有问题 关键是那个评委我也不喜欢 对啊 你跟我说这些干嘛 对 你我就不喜欢 你还来问我 不喜欢什么 哎 我很喜欢 你们为什么不喜欢 哎 别说了 哎 我很喜欢 你们为什么不喜欢 对 我也不喜欢 对 你要是没有这个 你要是没这个海量 亚量 你就别问这种别问 问了我说你又不爱心 而且他们就逻辑虎嚼我的感觉 总体来说 我认为我们还有涵养 没几眼 没有人身攻击 我们都做到了 对 这是所以他们没有敢捡进去的原因 因为我们表现的太好了 哈哈哈 大家好 我们是不送直播 你收看的是 IAB Iso BULLSHIT BULLSHIT